G的想問就是1137 可能大家最近都很關注 因為香港大家也要多了網就夠了 看到也很不夠人手 那你就說 有沒有機會股價上回10元以上 10元以上就有點遠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 這次可能突破 就是9元以上至到9.5元 那你當9.5吧 2.9.5元我覺得也有機會的 那這個純粹坦白說 就真的炒氣氛而已 就是大家覺得就 哦,現在可能玩過小禁足 那小禁足令 那就就除了買食物之後 什麼都不能做 那就變了大家都一定要局網購 那這個可以是一個 就是drive他想的因素來的 但是就就真的很短線 就是大家的想法就覺得 哎,這樣跟著就應該那些業績會好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是一段時間而已 就是老實說都不會都不會希望 就是我想沒有人會希望半年 或者一年之後 現在的情況也持續的 那那那所以就是對137來講 都是短期來的好因素 那我自己覺得如果你有貨 而又想他彈上去的話 那我覺得9.5元附近 食壺是有機會的 但是你說現在入場買各樣呢 那你就要看得好 就是如果你說譬如現在入場買 那可能你就要定個指洩 可能是8.1這樣 5毫子 那然後向上博就 就隨時可能 其實剛才剛才說9.5元就是比較好的結果 但是我覺得可能9元頭就是9元邊 就是可能9.1、9.2就已經要食壺的機會大 那現在類似出手的話 就應該那個幅度就是大概一倍一而已 就不是說認真很好的 就是我們我們用我們那個 就是一倍一就好像說得很軸 但是通常我們都都用直博率 或者reward ratio 就是就是R大概是1 那就不算特別吸引人的交易 我自己就沒有的 尤其是因為他本身就是我們 我們house就由於他那個利益 都真的比較差一點 就是就是就是成交不多的股票 就不要做了 那如果各位就自己考慮一下